B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and pass through fixed point O 然后它的velocity是这一个 这样就是说我的t等于0的时候 我的s等于0 我的v等于10 然后它的a是2t-7 Constant velocity Find the constant velocity of the particle Constant velocity的时候是a等于0的时候 所以我的这个什么 a等于2t-7 然后我的v等于integrate a dt 然后它就会变成integrate 2t-7 然后dt 所以它会有t2-7t加c 然后我的t等于0的时候 我的v会是等于10 所以我的c会是等于10 所以我的v等于t2-tt加10 ok k等于0的时候我的2t-7 2t等于7 t等于7 2t等于7 所以我的v等于720 减7乘720 720 加1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alpha x2 t-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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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小过0 所以在这一边 我就开挂糊 250 tt-250 0-0 小过0 所以我的t等于2 t等于5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2跟5 然后是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t呢 会是在2跟5之间 ok 所以它的t是2跟5之间 c total distance travel in the first 5 second first 5 second的话呢 就是说它2那边有宽头 t那边有宽头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c 我的s等于integrate v dt 所以它就会是integrate t2-7t加10 然后dt 所以它就会变成t3-7t2-2加10t加c t等于0的时候s等于0 s等于0 imply我的c等于0 所以我的s等于t3-7t2-2加10t 呃t等于0的时候s等于0 然后t等于2的时候s等于2p3-7x2sq2-2加10x2 然后我的t等于5的时候s等于5p3-7x5sq2加10x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一个呢 它是alpha x power3p3 然后-7αx2p2 然后加10αx 然后clc我放2进去 我拿到的是26p3 然后我在clc 我放那个5进去 我拿到的是25p6 25p6是这个4又6分之1啊 然后这个26p3的话呢 它其实是8又3 所以你就心里想哦 它的这个其实是怎样的东西呢 它就是在这一边 呃 从0开始 去到这个8又2分3这一边 再回到4又6分之1这一边 所以它是从这边来到这边 然后再从这边回到这边 ok 好 好 所以是这样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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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的那一个呢 total distance呢 会是等于 那个 8又2分3加8又2分3-4又6分之1 这一边是这个8又2分3-4又6分之1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呃 2乘 这个26分3 然后再减掉这个25分6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79分6 79分6 所以它答案呢 会是等于这个79分6 米 ok 所以它是79分6 米 好 然后这一集呢 它另一种方法是这样 total distance ok 你就心里想哦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这样 这样 所以它是这一边的这一边 所以它这一个呢 会是等于integrate 0到 那一个 呃 刚刚这一边的这一个 它是integrate alpha x2-7alpha x加10 从0到2 26分3 然后 再加上modulus of 这一个是2到5 然后它会变成92 ok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26分3 然后再加92 然后拿到答案是79分6 所以它是79分6 米 就是这样 对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然后再加速 出准备 就是这样 的 是